椅子坐太久 屁股都痛了 現在現場簡醫師來為我們示範 如何坐著 然後可以舒緩伸展的一些動作 好 各位觀眾朋友 如果你平常上班 或者是坐在那邊 不方便起來動的時候 就在 坐在椅子上 就可以做一個前翹 後翹 活跳跳 有沒有 腳尖翹起來 腳跟翹起來 你如果方便出聲音 就像打拍子一樣 前翹 後翹 活跳跳 不方便出聲音也沒關係 就往上翹 後面翹 前面翹 這一個腳踝的運動 小腿的運動 或者你也可以做內巴 外巴 腳開花 我們不只屁股開花 我們腳還可以開花 往內巴 往外巴 這個腳踝運動到 膝蓋運動到 還有髖髖的運動到 假設你不方便開 穿窄裙也好 或者小腿要筋食也好 不方便打開的話 沒關係 你一樣 變容 你一樣照樣這樣子開 左右開 這樣左右開 這一個動作很好 或者是你往前後 前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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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都是一個很簡單的運動 你坐在那邊 你就腳前後 前面腳跟著地 後面腳尖著地 腳跟腳尖 腳跟腳尖 這個也是一個大腿運動 小腿運動 腳踝膝蓋都有動到 這個練久了我們都可以去跳踢踏舞了 對 跳踢踏舞 有沒有 可以變化 當然如果要激烈一點的話 你還可以有一點小跑步一樣 有沒有 類似這種動作 就坐在那邊就這樣 小跑步一樣有沒有 這樣動一動 你這個時候不只大腿小腿 還動到腹部的 這個是腰大肌有動到 所以你就是有時候坐在這邊 1 2 3 4 5 6 7 8 不要小看這個動作 你這樣做10下沒問題 你做100下試試看 還是會痠 剛剛這樣子做 我都會覺得有點喘 腿有點痠 阿德你會嗎 你剛剛做完的感覺 會 可是可能沒有辦法 一邊跟朋友聯繫一邊玩 因為真的太忙了 睡覺都這樣 你生日準備要逃避這樣子 可是購物的話可以 購物 就網路上購物的話 就可以直接 可以 這樣會越來越興奮 買越多 其實你在打怪的時候就可以用 你打怪的話就換了 對 你那種手動腳動 有臨場感 就有動到 好像不像一錐灌一樣 那生活上有一些小習慣 或許它可以幫助協助我們改變 讓我們減少跟椅子 黏在一起的時間 的確 我們給自己一些小小的藉口 什麼樣的藉口 我們可能要起來喝個水 跟我們隔壁的鄰居們 打個招呼 或者是說 我們講電話的時候 你知道有一種東西叫做手機 它是行動的 它不是黏在桌上的 你其實是可以拿著它 它走動 你不需要拿著手機 坐在椅子上面講 你還是可以行動 所以有一些小小的一些習慣 比如說時間到了 我們就應該要稍微休息一下 走一下 那這個習慣只要養成的話 我們就知道時間到了 起來去做一些小小的這些動作 所以像你知道說 平常利用一點小時間 或許就可以達到 避免自己屁股跟影子 黏在一起的時間 或者是像剛剛治療師提到的 動一動 我都鼓勵喝水 我很多上班族都鼓勵多喝 因為喝水就要上廁所 你就要去主動 那其實我們知道說 還有一些道具 也可以幫助我們減少 一個椅子 酒座的一個傷害 對啊 因為我之前在網路上看到 有那種號稱很神奇的 那種彈簧繩椅 所以可以幫你減輕 坐的時候減輕壓力 或者說有些那種 很高級的電腦椅 好像也有類似的功能 是嗎 因為它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說不要讓你坐在一個 比較硬的一個介面 當你坐在一個 非常硬的一個介面的時候 其實你的骨架 跟那個硬的介面 會把你中間的組織 軟組織壓得很扁 壓得很扁的時候 血管就被你壓住 神經也被你壓住 所以你腳很容易就麻了 它那個是希望能夠減輕 可是它絕對沒有辦法 去取代我們站起來走動 或者取代我們再坐在 那椅子上面去做一些 小小的運動 它只是說在這個情況之下 你如果比較久 就會腳馬的人來講的話 可能可以讓你再多坐 那麼一會 但是你還是要起來走動 所以就是如果說 軟墊跟硬墊的話 就是我可能軟墊會稍稍的 可以增加一點點 你坐的一個時間是不是 對 但是我們是覺得說 那一點點的時間 不如還是說養成你的習慣 起來走一下 或者是動一下 那像這個治療師 您自己平常 就是坐的時候 您大概都多久 你會怎麼建議大家 就是我什麼時候應該要起身了 然後或者是趕快做這個動作 這樣子 我覺得我 因為我工作性質的關係 我坐的時間不是很長 因為我習慣站著 有時候甚至要坐著 我都用蹲馬步的方式 蹲馬步 就是有時候你要降低一點高度 你就用這樣一個方式 不一定要坐椅子 不一定要坐椅子 所以你這樣子 訓練腿力 訓練腿力 然後訓練這樣 你這個時間慢慢練的話 力量也會比較強一點 當然我們人是這樣子 有時候你方便動的時候 是有可能動一動 如果不方便動太大的動作 我們可以小動作 一樣可以達到動作的目的 像很多人需要工作需要站著有沒有 那我就站著讓你 你不方便大動作 你就只要墊墊腳 敲敲腳 這個也是個很簡單的動作 或者屁股收縮一下 這個都有動作到 你那不方便動很大的動作 這樣動到 那保全的人員 我就建議 保全人員有沒有 他因為保全的關係 所以他方便的時候 是原地踏步 原地踏步 原地踏步也是個 很好簡單的運動 他保全他可以動一動 走來走去 或者原地踏步 你跪姊那種不方便 動來動去 對啊 這個可能 那冠雪你就很優雅了 有沒有 優雅這樣動一動 我這樣腳輕輕的 彎起來一下 也是有達到運動的目的 也有達到運動的目的